他們一直說沒有什麼法源依據 問題是不是沒有法源依據 行政法的第117條 請大家去看清楚 那如果說因為柯市長希望 能夠撤銷我的原處分 然後依法行政 我說的就是依照監察院的糾正案 來行政的話 那這個教育局長 還有不願意接受這樣子的 行政命令的話 然後我覺得他辭職也是差不多 剛剛好而已 有些來要作詞 我們去做討論的 我們都會看到 好嗎 好嗎 我們今天可以留在 你的頭部 你的頭部 還有一點 你可不可以留心 你又要拿來